防疫險兩年內都能申請理賠 儘管會廣告要確診或隔離民眾別緊張 防疫險一定會賠 申請理賠爆量大塞車 沒想到有保險業務員偷偷動手腳 隔離通知書上大大的彰化縣府印章 其實這是假的 保險業務員拿著客戶隔離通知書 拷貝後修改成自己的 還蓋上未造的縣府印章 向保險公司成功申請理賠 除了炸飽 黑情業務員騙客戶案例更是層出不窮 帶客戶收取保費 但是實際比如說收了一年兩年三年的保費 但其實沒有這張保單存在的狀況 過去不少業務員登上新聞版面 常見手法是代收保費 利用話術多收錢 或是合約動手腳 扶爆保費 篡改收益人變成業務員自己 甚至還出現過假保單吸金 只是隨著科技進步 民眾查詢方便 保險公司審核也越來越嚴謹 近年來其實 就是保險公司針對這一塊 還有保險公司針對這一塊 其實都非常嚴格 比如說我們如果說是要更改一些受益人 這種比較重大的變更 會有兩成的人員會去跟客戶做double check 民眾繳保費可以利用銀行自動轉帳 信用卡扣款或是親自繳錢等等 最重要的是錢不落業務員之手 其中有一項就是保險業務員中保私囊 是切記就是不要把錢拿給保險業務員 有這麼多的金額都會起了一些奇怪的一些想法 黑心業務員看準客戶長久信任 動起歪腦筋 民眾想也想不到 身邊躲了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近新聞專輸顏凱旭從容 市民建立本身詳細節 神尤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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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